才4年多 你看南韩对大陆 本来之前顺差规模居各国之首 顺差变逆差了 才短短的4 5年时间 结果现在你看今年前两个月 南韩对大陆贸易逆差50.7亿美元 大陆成了南韩今年最大的贸易逆差国 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呢 其实我们还看到现在大陆与南韩的贸易 还逐渐的把它转变为什么 产业内贸易 这个是什么意思 产业内贸易它讲的原则就是说 本来比如说我在电子材料这方面 电子零组件方面 我都是跟韩国买的 现在搞个老半天 现在我倒过来可以卖你一部分 就是有些品像你卖给我 有些品像我卖给你 那麻烦是我卖给你东西越来越多 你卖给我东西越来越少 比如说我们简单讲 电子设备里面用常见的连接器 或者等等 因为中国大陆从世界各地招来很多好手 都在生产各式各样的电子零组件 有它自己本土所产生的 有台商的有港商的 有其他各地的商人 包括美商都生产各式各样的电子零组件 那本来只要想到电子零组件 一定是韩国卖给中国大陆 怎么会中国大陆卖给韩国呢 现在整个都倒过来了 那因为这种市场就是很简单 就是说看谁卖的CP值好嘛 谁的价格便宜谁的低 就会战弄市场 那美国日本 那韩国自己的这种进货物的客户 他也不会撒到说 中国大陆来的产品又好又便宜 那我要买自己又贵 又不好的这个韩国产品 爱国这种消费行为 基本上是消费品比较会发挥作用 你中间生产的原材料一些东西 是品相斤斤计较的 成本控制非常严格的 没有那种爱国心里面要加2%5%的 没那回事的啦 但是买汽车会 买这个什么家电产品是会的 那可是现在又来了 韩国以前的家电产品 在中国大陆卖的下下降 这些冷气机也输给大陆隔离了 对 那以前手机动不动就三星手机 我觉得中国大陆卖的很好啊 这搞个老板那小米卖的很好啦 所以中国大陆内部的 进口替代的产品起来了 那韩国的销售量会减少 那本来很多的原材料 中国大陆要靠韩国的 现在也不能够自己生产的 因为韩国自己吸引的外资太少了 它财团控制的东西 本来外资就不太容易生存 可是中国大陆不是啊 样样大国 哎呀你印度来我也欢迎啊 对不对 你爱尔兰来我也欢迎啊 你整个设厂 那至于你要卖到韩国去 卖到哪里去 我都乐见啊 因为外汇都是我收的啊 所以这种经济模式 就使得韩国现在吃了大亏啊 南韩现在是不是应该好好的 去想方设法的 去解决自己的经济困境呢 比方说是 他们的确是很努力 所以旧观光 旧观光业推服务业 所以赶快先寄出政策 最新告诉你 22个国家的旅客 都免申请电子旅行许可了 不用再办什么签证了 你赶快来 来了就可以消费了 振兴南韩的内需经济 有用吗 委员 当然要这么做 怎么办呢 KETA就是 韩国的这种 电子旅行签证嘛 很方便 上线就可以申请 那以前 对这个很多国家 都有点挑剔啊 但是现在只好开放啦 任何国家 22国赶快都可以啦 要不然的话 观光客不去的话 现在韩国每天看 各地都往什么日本跑啊 往这个澳洲跑 往泰国跑啊 他看在我家里面的服务业 怎么办啊 所以为了救经济 而且中小企业在服务业里面 韩国占的比重相当高的啊 所以对韩国来讲 这是好办法 可是好像有点慢啊 太慢 就是因为之前 寄那个黄牌嘛 他也是嘛 而且以前呢 KETA也不太好申请 没那么好操作啊 现在这些都不是困难了啦 人来了最重要 否则的话 都跑到隔壁的日本去了 韩国看得很着急啊 不过现在各国 不都在努力的拼经济吗 我们现在看看东协的国家 现在包括新加坡之外 还有个马来西亚啊 现在要跟中国大陆 好好的来发展 一带一路 所以你看新加坡 媒体就已经有报导说 他们的交通部长 要跟马来西亚首相安华 借由访问中国大陆的机会 趁中方讨论如何加强 现在的这个合作 还要开发更多项目 所以呢 马国有望与中国合作建设 新龙高铁这个项目 在建造铁路方面 有非常充足的经验跟实力 所以啊这个介大使 这个用基础建设来合作 铁路通到你家 那可以把这个中国大陆 跟其他的国家 周边的国家 绑得更紧密了是吗 对当然就是中国大陆 希望修这个泛亚铁路啦 就从云南一直下到这个新加坡 这个铁路基本上的问题 不在中国大陆 这个铁路在基本上是 这个东亚国家之间的矛盾 你知道泰南基本上是 对泰国来讲 是一个比较有争议的地方 它那个地方有分离主义 最主要泰国是个佛教国家 泰国南部靠近这个 马来西亚边界的时候 那是回教 所以那边常常有动乱 所以泰国跟这个马来西亚 之间的边界是有问题的 是 有问题的 所以就是说你今天要把这条铁路 要修下去的话 那你要解决他们之间的 这个传统上的矛盾 所以这条铁路并不是 并不是 并不是你中国大陆的问题啦 那有很多政治问题 那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说中国大陆 今天这个一带一路 事实上已经所有国家 基本上都是愿意接受的 因为它这个模式非常非常的 这个怎么讲呢 有诱人 一方面呢 我有这个亚投行 我可以提供资金 然后另外方面呢 我的基建团队来讲 是第一个效率最高 第二个性价比最高 因为这种基建的问题是什么 基建就是说你要投资大幅度的重基建 你修港口那个基建 你不能只修一个 你修一个港口划不来 那中国大陆在中国大陆的铁工基石台 那些所谓的修行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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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工具的各种重基建都具备 所以它的成本它不需要重复投资 它一个重基建可以用10年20年 所以它等于重复使用 它折旧也比较少 所以就是说你要找别人修 我们有中国大陆好 不过马来西亚的问题就是说 它在前政府的时候 当时很多部分都跟中国谈好了 它前首相 可是安华上台就重新算 他认为这个中间有很多的什么 很多的这个corruption 就是说那个前首相 那这是马来西亚自己的问题 那所以那个马哈蒂的这段时间 原来很多的这些项目 有些被停了 有些要重新来谈判 那现在马哈蒂又下台了 对啊 现在安华上来的话 它要重新重新 今天日本的外务大臣林芳正 现在忙什么呢 他要在4月1号到2号出访大陆 跟大陆外长秦刚会晤 可能会要求据媒体报导说 可能要求释放日前北京 依反间谍法逮捕 安斯泰来制要的一名50岁日籍员工 看到这里寒冰我们就想到 所以日本现在心心念念的 还是希望能够跟中国大陆要保持一个很好的一个关系 至少要有一个很正常的对话 那之前我们讲到就是 他现在其实在他的这个文件上面 他放这个顺序是放日中 然后最后才是韩 尽管现在看起来跟韩国好像关系稍微修复一点 可是没有 韩国可是把什么 把日本放到比较前面的位置 可是日本没有 还是把韩国放最后 这就是韩国必须吞下的现实了 其实刚刚委员已经讲得很清楚 就是日本跟韩国的和好完全是表面 是因为美国老大 叫他们两个不准跟我吵架 要和好 所以只好很委屈的 两个人手拉手假装和好 那实际上各怀鬼态 而且各自对对方都有不满 那更不要说 那尹熙悦在整个那一种 就是二战的这种赔偿问题上面这种让步 其实让南韩人民是无法接受的 我觉得这个未来反弹都会很大 那对日本来说 当然跟中国大陆如果能够和好 在经济上利益非常大 他过去之所以为什么要 跟中国大陆好像有一阵子 针锋相对的这样状况 其实都是美国人硬要他去搞出来 那林芳正这次去当然想要修复 实际上林芳正一直都想去 之前也被打枪过好几次 那这次终于安排到可以去了 可是可以去是可以去 可以去真的能够谈到什么事情 我是很怀疑 因为日本现在就被美国掐着喉咙嘛 所以他的一切行动 又不是日本自己说了算 他不管跟中国大陆谈了什么 回去还要跟美国爸爸报告 报告完之后 得到美国的许可 他才能够进行下一步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 我是很悲观的 我不认为中日之间会有什么 很跨步性的进展 我不会 顶多只是稍微缓解一下 双方的敌对关系而已 那那个间谍呢 抱歉 我不认为这么快就会还出来 是 我觉得还有得扯 所以我个人认为日本如果 他想玩三角形是正常的 可是 因为日本先天这个国家就被美国挟制住了 所以你要让他去做什么在外交上很大的突破 我觉得可能性太低了 海黄XO干贝酱 这款干贝酱呢 里面真材实料 比方说 它有这个严选的大干贝 那么另外呢 在这个里面 你还可以吃得到这一颗一颗的这个鲍鱼 非常非常的新鲜 而且肥美 欢迎大家可以利用我的CTI 798的代码 来上网代购